欢迎回来 最近几天在大陆国台办所发布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马晓光表示说 大陆现在疫情防控是平稳的 两岸完全有更好的条件 可以尽快地开通更多航点 而大陆方面呢 一直希望增加航点 重点来了 马晓光强调已经向台湾方面提出了 那么如果综合观察 这个国台办副主任龙明彪 之前在致辞的时候 曾经表示说顺民意者昌 逆民意者亡 还有限制人多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这些说法 请教一下春宫 您看小三通目前看来 有没有办法求同存异 我想目前开始不错了 因为你看这是 他主要还是金马地区 现在春节嘛 那只是开始来这个尝试 那我想慢慢看这个情况 慢慢慢慢是不是扩大 那这次到至少邱主委 邱来山邱主委 他也好像也到这个金门去欢送 那边对岸的官员也欢迎 那么第二在马祖这边呢 邱主委他也去主持嘛 所以双方面好像对这个问题还蛮重视的 那邱来山的说法当然是希望金马地区这个春节 这个小三通能够促使两岸人民之间加强信任 或者从此过去因为这段期间 你看两岸民间的对撞很严重 这是个开始 而且更希望就两岸这个相关部门能够建立一个互信 那您乐观吗 我觉得从今年整个气氛我觉得是好的气氛 我是鼓励这样的 但它只是春节而且金马 那么看情况 那么因为我无论路委会他们 他跟我讲好像到现在为止 至少这个好像那个船也好 在大陆之间这个载客量其实都没有满 都没有满 那么这也是一个很久没有这样一个互动 我认为这是好的开始 因为之前因为疫情中断 您怎么看就是说 接下来如果因着小三通 然后我们期待是 如果有可能两岸关系是回温的话 至少有哪些关键问题 你必须要先直接面对跟处理的呢 我想你要做到两岸政府之间的这个恢复对话 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还是卡在九二共识上面 当然这个邱轟山邱主委他也提到 希望两岸相关部门 那以过去的经验来讲 他都是这样子 那民间之间先来这个先行 然后慢慢就是相关部门 就设计了 并不是整个到了陆委会这个层次 那么等于再从过去那个路子再走一次了 那我其实我是 坦白讲我是乐观其成的 因为今天这个元旦讲话里面 你不管怎么样 习近平他也讲两岸一家亲 那么这边蔡总统他也提到 希望能够对话 那么希望双方能够交流 那我想这方面是有共识的 那怎么样来开始 那就 今天又是选举 今天又是选举 我觉得这个两岸之间 彼此应该都有这个需求了 那现在主要因素还是涉及到国际因素 还是中美关系 这比较麻烦 您觉得 因为当然有说法是说 民进党执政的这几年 国台办的角色被弱化了 那特别是在对台工作的层面 越来越说不上话 有这样的说法 那因为之前您曾经跟国台办有多年 这个打交道的这个经验 那您的观察 现在这种说法是事实吗 其实我很不客气地讲 那么从过去这几年 因为我也不想批评人 那国台办那时候刘洁一当主任 这段期间 我觉得是有欠积极 有欠积极 当然大的环境死然 因为主要是中美关系 那台办呢 还有对方 还有我们这边的陆委会 几乎没有这个插手的这个余地了 完全要看美国这个外交部门的 这些相互这个关系 但是我说没有积极的意思就是说 你至少像两岸的这个 学术界的交流也好 还有你要做统战嘛 你要当然跟台湾各个方面的来往 我觉得国台办这方面 它比较保守 尤其在二十大之前 总怕出问题 那么现在送他来了以后 我判断 我预测 这个情况会有很大的改变 那么台湾方面可能要慢慢要接招 因为宋涛他的最大的本事 他过去的精力 他做政党之间的交流 就我们的话讲是统战嘛 统战你不要完全把它当作 统战就是一个很恶劣的名字 统战对不对 他有时候交朋友 有时候话里以为有 你不管怎么样 他会扩大地跟台湾民间 而且他有很深厚的外事经验 所以他会比较积极 不会在像过去 过去大概有点桃光养晦了 那么也怕出事情 二十大嘛 对不对 那现在很多人事都已经底定了 我想将来可能在这方面 两岸民间的交流这方面 他可能会比较放松一点 是 要放松一点 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跟刚才讲的几个经济问题 还有什么东西 他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逻辑 就是他摔下去可能很快 但是他要爬起来没有那么快 他要慢慢扬起来 就经济也是这样子 他这样 我现在 比如说你一个人失业三个月 你觉得我这个突然找到工作 他头三个月马上会报复新消费吗 不会他还债 他先还三个月债 得慢慢来 两岸关系或者很多东西也是这个样子 那么香港这个状况也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他们曾经有一次 非常严重的一个情感破裂 那么这个我有一个理论 就是那个什么 爱有排他性 恨有连结性 然后爱有时效性 但恨有永久性 对 你看 那很多人当初被那个初恋男友抛弃 那一辈子都记得他 很有哲理 对不对 好像这个常常是这样 有些东西他可能 我慢慢没有那么恨 不表现在这个表面上 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会流疙瘩 是 但是我表面上我必须要生活下去 所以我会去恢复 我去慢慢疏平这个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 我们没有那么激烈了 好像我认命了 但是你说他心里面 都没有疙瘩了吗 不见得 好 那其实很多事情我觉得 恢复其还要再观察个半年吧 三个月到半年 您认为还要再 至少半年 至少三个月到半年 这个慢慢怎么长起来 包括小三通或是 或是这个 这些状况都一样 而且宋涛来了以后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宋涛是代表习自己的人 在之前其实最严重的状况 是习办不跟台办讲话了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 在办一件事情 是跟习办那边走那个路线过去的 他谈一件事情 然后过一下台办就打电话来说 你们那个 我们家老板 是不是跟你们家老板有讲什么 那你不会回去问你们家就好 内部自己都有一些不同的 我们就是问不到 我才问你嘛 就是他们有时候 他们自己人都不讲话 但是宋涛去了以后 会大幅改善这样子的状况 至少他是代表习的人 这个事情会跟以前外交系统 出来的状况可能比较不一样 您个看法跟春宫接近 那我继续请黄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因为刚刚讲说关系总得慢慢来 要恢复可能要有点时间 我们来看这个新任的驻美大使 就是谢峰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最近有一个消息说 大陆外交部内部人士有透露说 北京一直在重新调整它的外交政策 要稳定和美国之间的现在紧张关系 减轻处理疫情安全工业 还有领土利益上的压力 而目前可能提名副外长兼美国事务专家 谢峰要来出任新任的驻美大使 这边是个问号 就是说大家还在关注会不会是如此 谢峰他是外交部的副部长 1964年四月出生 58岁很年轻 管理学硕士 曾经担任过驻港的公署特派员 驻印度尼西亚印尼的大使 还有驻美的公使 以及外交部美大司的司长 所以他的经历也是非常的完整 黄老师您的观察 就是说这项人事案可以发挥 中方现在希望缓和 跟美方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这个预期目标吗 目前大家都猜了 谢峰应该会去接中国大陆驻美的大使 因为从资历来看 还有从他过去的经验来看 他好像确实是 目前这个客观条件最符合的一位 那我讲客观条件 当然就还有主观条件 主观条件当然就是 习近平喜不喜欢这个人 那当然了 这个习近平喜不喜欢 我们真的不知道 只能说从他过去一路 做的事情来看 习近平应该没有讨厌他 为什么呢 包括像他去参加了 因为他是外交部副部长 他协助了拜习峰会 然后在孟晚舟跟加拿大 这个斡旋的这一块事情里面 正好这个谢峰他也参与了不少 正好他也是在这位置上 而且他就是美大司司长嘛 他本来就是经验比较多一点 还有刚刚您提到他担任过派驻香港的工作 他在香港当然是负责中央政府 涉及到香港对外事务的工作 还有他去协助香港政府处理一些涉外事务 那这些东西习近平如果对他不是很喜欢的话 派到香港去好像也不太对吧 对好所以我只能说主观跟客观条件 谢峰看起来都还蛮符合可能的人选 可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谢峰 外交官当然有他自己人格特质 他跟每个人打交道的方式协商的方式不会一样 但是呢再怎么样他在某些地方 他必须要完成上级交办给他的任务 像譬如说在香港的问题上 谢峰其实讲话是很强硬的 他说香港不应该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地方 所以香港立一个国安法天经地义的事情 他完全跟西方唱反调 那你说他是不是战狼 我看到很少数人把谢峰也贴个标签叫战狼 但是说实在你真的要去查谢峰跟战狼之间的 这个论连结真的还不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南京大学的朱峰院长 他提了一句话就是说 包括像秦刚谢峰等等这个中壮辈的接班 不只代表了这个接班梯队 而且表示他们这个新一代 受过一些喝过洋墨水的这些的人 或者接触更多的这些人 他们会对美国有另外一套打交道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看看 是不是秦刚谢峰这两个组合 对美国会有个新的外交的展现 烘卖新闻报导说最近几天大陆有多地相继敲定了 2023年的省级两会的具体召开日记 这个两会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这两会呢 比如说像现在多地是哪些地方呢 江西 云南 四川 福建 还有西藏等地 那因为呢2023年省级两会呢 是中共二十大之后的首次省级两会 所以各地要怎么样去规划 接下来的发展路径 确立哪些发展目标都非常的期待 但是也看到这两天有几个新闻 我们跟大家快速来分享 大陆方面拼基建旧经济 而且是特别着重在地方 地方专债项的配额呢 现代金可能会扩大到人民币3.8兆 那么可以看到是财政负担 地方的财政负担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是说 彭博社呢是隐居消息说呢 中央正在讨论扩大今年地方专项债的配额 到创纪录的3.8兆人民币 那么财政资资的目标呢 定在3%左右是高于去年的2.8 还有这个最新的 这是来自于台湾的工商时报的 第一财经呢 在13号就报导说呢 疫情冲击之下 大陆地方财政困难是前所未有 地方财政运行现在也是备受关注 也同样提到了地方财政 现在很困难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时候也看到 地方的债务那要怎么办呢 来 中央由财政部长已经表示了 财政部长是刘坤 他对于最近的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特别强调 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 所以给了一个标题 这个媒体下来是说谁家孩子谁报 OK 当然这是综合一些报道所看到的观点 我请教春公是说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省纪两会很重要 规划未来的方向 现在对于大陆中央来讲 其实要处理地方的债务 确实是一大课题 您怎么看 你看人家从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从那地方看 地方他要执行上面的这个指令 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把这个今年呢 基本上第一个优先目标就是稳增长 稳增长 那么往年都是把稳失业 稳就业 稳就业放在优先 今年是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优先 刚刚也提到了扩大内循环 那么我想经济问题大概是最重要的 那么那两会呢 省的两会 其实上他们是主要 现在先开省 在三月份才全国 那一般来讲就先开政协 那后面才代表大会 那主要的工作 其实现在就是征求各方面意见 就是你对这个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 你有什么意见 省的工作报告有什么意见 将甚至于到排行地方到中央 工作汇报的时候 也会提出什么意见出来 那透过什么方式呢 那么最近都在开座谈会 开一些座谈会 听取意见 听取意见 或者靠一些什么互联网的方式 来表达你的意见 那我们终合一下 因为我看到大陆这个中心社的一个报道 他们终合各方面的意见 你看主要还是民生议题为主 各方面提出来意见 包括疫情防控 医疗 基层医疗 还有什么公共卫生体系 生物化医疗 什么优化这个营商 这个营商主要是房事问题 房建屋的问题 大概都是跟自己 切身业有关的问题 当然他也希望 因为要选举希望能够端正选丰 不要有贿赂什么等等这种情势 他们叫做两会就汇丰汇纪 纪律的纪 但一般来讲 一般不会太关心这个问题 还是关心这个民生的议题 所以这次主要是提供一些意见出来 提供给中央 当然地方上面 他会把先从地方上面的汇报 然后最后再传达到两会 三月份那个还是比较重要 那地方大家都吐苦水了 让你百家争民 百话其放就让你吐多苦水 那将来到了中央以后 我想主要还是要看他们三月份开会的这个 您提到是三月四号跟五号 因为今天是换戒 这是比较重要的换戒 看人事上安排也蛮重要的 而且是等于是二十大之后 整个大洗牌以后的第一次 对 所以很重要 所以我敬意不仅坤玉兄帮我们 根据您的看法是说 我们刚刚讲说省级两会 跟今年这个三月份要开的这个全国的两会 刚才特别提到说 地方现在面临到说他们的财政 有很大的压力 中央也说话了 您怎么观察这个事情后续的发展 如果说是地方财政 这个我这样讲 中国大陆的状况 可能村公司专家 我讲一个最基本的逻辑 中央也不可能最后完全不救 现在大家都是在磨这一条 完全不救 对 不可能完全不救 不可能完全不救 你真的让地方政府垮了 我中央还是得去收拾 火一定会烧到中央 他不是那个领导班子 你只去再把它清掉就算了 那个多大一笔债 你最后还是得处理 但是只是我要怎么处理 中央还没底 因为动态大了 要慢慢处理还是逐步处理 比如先救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存在村镇银行的钱 是不是要先把它摊平 把民怨给弄下去 然后政府单位欠的债 或者是这些单位 你欠国营公司 比如说你欠核酸的公司的那个钱没付 那个可以拖一下 你赚很多了 你拖一下 撑一下 没关系 最后都是要这样子把它调掉的 对 但是这个中央还没有很清楚的方案 所以现在在拖 地方就在叫 但是大家讲的都会是民生问题 我基本上我不认为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应该在20大都已经定案了 所以现在就是一些民生问题 大家要怎么过日子怎么处理的问题 还有烂尾楼 还有这些东西 这届政府 他们的政府会很麻烦 所有的威权政府的核心概念叫做控制 我就是要控制 他最怕看到像现在这个状况 我左边爆一个雷 右边爆一个雷 东边又爆一个雷 而且爆的东西有些相关 有些还不相关 这个他就很麻烦 就是不能够动摇到他的权力结构 手忙脚乱 手忙脚乱他就会 他就会loose control loose control就要出示 这个 所以他们现在全力在压的 中央全力在压 或是全面恢复控制 其实在 他不是要把这一个问题把它解决掉 而是我不能让我的 这个自己整个中央政府loose control 要反正这个 所以昆明说的研判是说 中央还是到最后还是会出手 但是现在当然就是 还是得出手了 这个先让地方先去出手 他主要给他点教训 我补充一下 其实他现在有个基调 从中央到地方 他一个基调已经出来了 基本上你看起来是有点矛盾的意思 第一个他要防控 就是疫情 一定要防控 这很重要 第二个你要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 那怎么做呢 他说要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力道 意思是说你要斗争斗争 你地方 你政府 你要斗争 你要抓这两个平衡点 一个就是防控 那你要清零 你现在要开始这个解封 解封以后呢 势必你就会影响到这个疫情的蔓延 疫情的蔓延 那你怎么办呢 那一方面你要考虑到你经济社会发展 这个非常重要 是不是 对经济维稳 那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强调到最后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你要维持政治稳定 所以经济维稳的目标 也是要维持你的政治稳定 所以你要怎么找平衡点 那就要看地方你现在要怎么 习近平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 他说你要斗争 要敢于斗争 要去做 那怎么做呢 对吧 所以现在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权力维稳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啊 所以大陆有一个段子嘛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现在大陆人民看政府 就像对待男朋友 你凭什么管我 你不管我啦 你怎么可以不管我呢 我不要你管我 但是没有叫你不顾我的安全啊 你不爱我了吗 我们现在谈到说像是特别提到说 因为这两天这个新闻就是地方的财政 确实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是很有压力 对 中央怎么去看跟怎么去做 刚刚听到两位老师 黄老师您觉得呢 因为中央跟地方当然是有联动的啦 不过像刚刚空俊兄说的这个 中央不可能做事不管了 最后还是会出手 您觉得 最后还是会出手啊 我这个我觉得我不敢讲耶 因为到底要看这个洞 到底会有多大啦 还有就是可以拖多久啦 因为说实在 我们一般小老百姓赖账 可能就要被告了啦 但如果政府一时还不出来的话 它有其他的这个周转的办法 有时候这个不管是跟银行 或者是跟其他的这个金主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转还的空间 可以多一点的时间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地方的两会里面 你看到除了刚才我们讲这一块之外 另外一块你看到地方很多的这个小两会 他们在规划了光明面 包括这个地方经济增长的速度 哇 一个一个都是4% 5% 6% 一个一个先把这个划上去 我不是说他们做不到 但你可以看到 哇 这跟前面几年的这个数字看起来 确实是有变化 还有包括这个外国的这个 就是在各省里面的固定资产的投资增加率 他们也是很乐观的估计 所以我只能说一方面可能还钱 这个周转有问题 但另外一方面他们给你画一个很光明的大饼 那到底这两个未来会不会融合互相抵消掉 或者一边是对的一边是错的 那我觉得只有让时间来证明了 不确实这个刚刚提到 在管理上治理上的难处啦 因为尤其是中央 所以财长都出来讲说 谁家孩子谁抱 意思就是说地方政府的问题 不能一直全推给中央 中央能够管的或是能够帮的也有限 不过刚刚像坤玉兄所说的 其实就是现阶段啦 你不急着出手 他这个狠话一定要闹 要不然大家就赖给中央 这是 对不对 他就个人造业 个人单嘛 这句话讲嘛 讲开了就是这么回事 自己国家自己就 个人造业 个人单 就讲白了 他现在把这个东西先甩锅甩给你 地方自己去处理 你处理不了了实在没办法 我再出手 对 我中央再来处理 这我中央的负担就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就是不要动摇到全力 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 先讲就甩锅嘛 出事就你地方嘛 我中央已经警告过你了 对 看起来刚刚提到的看起来